食粿是日天相当受到有欢迎的水果 不过食粿很劳吃水 所以有大好野心水是农民最后的欢乐的事情 这边处理的红台一摆台湾 一家农民的小食粿已经是铁杂菜收 现在红台已经过去了 这边农村市的决定是对的 以前说是要让消费家有信心 说这没吃着水的 没吃着水的他买回来 比较厉害 不厉害也有信心 其实主要是有提供这件的红台前和红台后 对对对 但是那种酒啦 在唱起来就酒啦 给水之前和给水后的贵子 品质当然有差别 有些要分别出品质 本乡特别就买了一个红台湾 方便消费再算买 当时也希望可以买一个更好的价钱 不过本乡里两种标识 可以在红台湾比较是约束 尤其今年美朗粿 农村应该是水的红台后 经过这边苏迪热红台后 只有七叉可以来形容 可以说是全金覆没 当中没去 那家庭那家 中研究要大财收 品质很漂亮 但是这次红台湾上 当中那些农民 疫苏无略 很可能 希望政府可以保证 我看春部一生的漂亮 有点忙很少 有些甚至红忙都显了了 你看我们这厨厅 我们这厨厅也是都显起了 你两种计刺 受到风载影响 今年的水果龙 減少很多 他们出七月拜拜水果 会进步办理 很严重 那浪水桶现在 还是要大财收 品质很好 那厨厅都 到十四五度以上 但是这次打了 我看都没太热了 浪热切过 大家要拜拜 今集结束高龙 在镇着时尊都已经 已经在这些时间 来采取过 但是农民 专有赏 还是比玫瑰 提供白了一片 记者里面安 统布道 谢谢大家